作词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作曲 李宗盛 我现在在怀我的新专辑主打歌天真的这一支MV 那几首歌曲呢是一首抒情的情歌 它讲的故事其实就是女生往往会对男生付出所有的一切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第一场戏 因为呢今天台湾突然间变天 昨天还是夏天 今天就变成要出来一件后外套都拍不够 而且我们拍的是外景 就是男主角会骑摩托车 然后呢我坐在后面 那实际上的摩托车可能并没有这么快 但是呢我们的摩托车呢是架在那个卡车上面 所以还要在那个高速公路上面开 所以就变得特别特别特别的冷 外加还要有一些小雨飘下来 然后还有风吹到脸上 本来不用哭都觉得要 雨要吹到我眼睛冻到想哭 所以基本上很自然的就可以拍一些就是 不一样的表情 决定的忐忑到努力拼凑着 却再也无法完整 我第一次给忧伤走走 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善良非常境界的一个人 那怎么说呢 呃我感觉这个整个不会大 但是呢她像是那种比较会照顾女生的男生 因为我今天坐在摩托车后面 那卡车在高速行动上面一直一直都很动 然后我自己就有点紧张 晃一晃就比较掉下去了 然后她就扶住我这样子 怕我摔下去 但是我又没有交代她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她这个男生不是很动头照顾女生的 这个情况呢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被砸 但是就是被砸了 然后呢现在一身都是鸡蛋 手上啊 身上啊 腿上啊 快要带她 好意思 这一支MV的故事其实在讲 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 那他们其实是一次各的一对恋爱 然后呢这个男生呢 已经不爱一个女生了 那这个女生呢是慢慢才发现她不爱我 所以我就 呃 去做一些事情 想要去挽回她 要讲到我的职业 因为呢我是一个裁缝师 那为什么一定要我是一个裁缝师呢 因为我们想要隐喻说 呃 我这一对感情破裂了 那我是一个裁缝师 我想用我头的办法去 补补这一段感情 可是呢 不是 我哭得累了 没有梦是好的 别再说爱我 所以呢我很期待 这个emmy拍完之后的笑 希望大家喜欢这一支脸 你却留下我一个人 你却留下我一个人 埋葬我的天真 你却留下我一个人 怎么办 别再说爱我 你却留下我 不用不兴 我肯定又不再搶 你 你却留下我